有准 我称之为空中战神 不论是飞行技巧 还是猎杀能力 在猛禽的世界里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然而不光光是空中战神那么简单 有准还保有两项的世界记录 第一速度最快的猛禽 俯冲的时数可突破300公里 第二跟鱼鹰一样 是分布最广泛的猛禽 有机会也会介绍鱼鹰这个物种 给大家认识一下 而今天要讲的是 我们在放飞训练上 最怕的就是遇上有准 因为有准一旦锁定目标之后 就不轻易放弃 这也容易造成我们在放飞老鹰的过程之中 备受干扰 从而容易造成老鹰飞尸的情形发生 而这里就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一派就说遇上有准 就要赶紧吹哨 赶紧换回 避免被有准击落 而另一派就属于老K这种的 不急于吹哨换回 而是让老鹰在空中学习技巧 跟野鹰做空中对峙 翻身等等 因为老鹰升空之后 所有的技巧我们人都无法给予 只有透过这样的偶遇 才有机会增加飞行技巧 当然 放飞训练安全第一 以上没有绝对仅供参考 而我们看老鹰飞行或是对峙 从来都是由下往上观看而已 那么近距离欣赏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里就放上大宝飞行时 所背负的镜头里记录到 跟有准飞行的精彩画面吧 这里就是刚刚提到 所谓的空中翻身的技巧 大宝刚从树上出发飞行 过程中不断的拍斥寻找稳定的气流 来进行飞行 那这里呢可以开始注意到了 大宝已经在注意天空 因为呢 油准已经出现要准备来驱赶了 从慢动作来看啊 可以清楚的看见啊 这是一只亚承体的油准 跟承鸟油准的卯色呢 明显的不同 自于性别啦 老K猜测是母准 老鹰呢 除了飞行 在过程之中呢 也要不断的注意是不是会被偷袭 从这里啊 可以知道 在空中生存啊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这里啊 大宝已经不断的降低飞行高度 准备进入树林躲藏了 因为一旦压低高度躲起来啊 空中战神啊 就明显失去了作战能力 而在最后一刻呢 大宝啊 也带着第一视角 给大家感受一下 猛情空中翻身的感觉 让老鹰背部镜头啊 不光光可以用鹰眼的视角 看不同的世界 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法